好,我们接着上一集的视频来看下一集,没有看过上一集的朋友可以去看看上一集 上一集我们把那个闪电核弹还有那个飞机位,那两个手拉手的对手带走的对吧 带走了以后现在打成这个局面,你看那个油田位置把基地拖到游里改位置去了 他那个位置有很多飞行兵,然后这边红色的把陈猫猫带走了,看到没有 红色的是刷兵位置,这个时候我的坦克不多 因为我把这个钱全部留着去造防空的,你看他多少飞行兵 他的飞行兵比较多,我们就造了很多防空,坦克不多 然后小红他那边有三星坦克,这边蜘蛛钻了我对吧 钻了我只能用铁木保护这个坦克,铁木一套他的蜘蛛就死了 然后这个时候铁木套了以后,先抓他的三星坦克 把他的三星坦克先整掉,我是黑坦克对吧 然后再把他这个蜘蛛整掉,钻了我一两个坦克,直接打掉 这边他捡了别人的箱子,捡了高科技,捡了空子部,直接打掉他 这个刷兵位置,他没有基地了对吧 然后把这个坦克传到淡蓝色家里去借力打力 这个淡蓝色在家里摆阵法啊,你看,他那里造一道围墙里面有很多电线杆 但是他的坦克还是不多,他那个电线杆加地宝坦克不多,他主要还是飞行面多 然后小红呢,你看小红带着天气来进攻对吧 这个天气比较厉害啊,主要他里面有一个三星天气 然后看卫星,这边动手了,这边来的这么多飞行面 但是我有很多防空,把基地先拖过来,中间先不管了啊 中间肯定守不住,他那个天气太厉害了,三星的大天气 我们直接把坦克全部掉回来,这个时候呢,我没有多少钱了 你们看我的经济,我的经济只有两千多了,对吧 而且中间的矿也踩不掉了,这个坦克比较珍贵啊 我就这十几个,这坦克死光了,就没钱兆了 所以说只能躲在家里防守,等这个超级武器好了再进攻 然后小红呢,刷了海军,刷了基罗夫 他用那个海军打我的防空船啊,掩护这基罗夫进来 但是我家里有很多防空车 你看,他这个驱逐舰停在边上,打我的神盾了,你看 然后又刷了个光灵,先打掉光灵啊 而且我这个时候铁目好了,先把他的驱逐舰赶走 赶走以后,再用这个导弹船来炸他的驱逐舰 你看那个大蓝色,用飞行兵在打桥 那飞行兵怎么打着断桥 而且我坦克也不敢上,你那么多飞行兵 我也不可能用坦克冲那个桥啊 所以说我们先把这个红色带走 带走了以后呢,再来整那个大蓝色 那个大蓝色比较有钱,他那个位置有很多游艇了 他不是游里改位置,他是游艇位置 搬到那个地方去了,对吧 然后我们的超时空跟铁目好了以后呢 把坦克摆好队形,准备套铁目啊 这个超时空就没必要用了 超时空省着直接套一波铁目 套一波铁目呢,直接冲过来 先把他的这个三星天旗整掉 这个三星天旗比较厉害,对吧 你看他那个驱逐舰一直整我 不用管啊,先把他的三星天旗整掉 然后就可以把家里的坦克全部派出来 派出来准备把他带走啊 你别看那个小红没有基地 你不带走他呢,他会一直刷兵,刷坦克 刷海军,刷基洛夫 他一直左搞下,右搞下,你还比较难受 直接把他的建筑全部打完 你看他家又刷了基洛夫,又刷了天旗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直接把他的建筑拆完 他就死了,直接带走他 带走他以后呢,就剩我跟淡淡社了,对吧 然后淡淡社一看,这边都没人了 他就把基地呢,全部转移到那个后面去啊 因为那个后面呢,有矿区可以采放 对吧,中间呢,他肯定采不了矿 因为我们有铁幕,你看,他全部撤退 他觉得他家里的防守比较好 躲的那个,躲的那个小岛上面,对吧 躲的小岛上面,我们先不着急啊 先把他这个地方全部打掉 哎哟,他基地好多呀 他这个地方基地多 开局送了三个基地 油田也比较多,对吧 他非常有钱 而且他在那个小岛上面呢,还可以采光 他也开始造天旗了,你看 他飞行兵不敢出来啊 我这么多防攻 他天旗出来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用铁幕打他 但是这个时候呢,我就是没钱了 我这个经济没他好 而且我的超时工铁幕好了 当时呢,我想把坦克传进去打基地 但是我发现他有好几个基地,对吧 而且呢,我这个坦克传进去 套了铁幕,就算把他基地打掉了 也是有来无回啊 万一我的坦克死光了 他那个天气冲出来 我家里全部是防攻,我守不住,对吧 所以说呢,我们先不着急,对吧 我先造一个漏人 因为我发现他有一个基地 拖不到那个小岛上面啊 我们就想把他这个基地偷过来 结果呢,他不打开,对吧 他知道他这个基地跑不了了 他也不打开 我们直接把他打掉 如果我偷到盟军基地 我就可以造光临坦克破他的围墙 破他的地堡啊 先把他这个地方全部打掉 这个地方呢,他不卖对吧 不卖我们就打掉炼击啊 把这个防空炮电线杆打掉 我这个坦克呢,有很多三星 等下,等下还有几个 还可以点到三星啊 这个电线杆两个串联他不卖 不卖我们先出几个牛 然后把他的天气呢 先给他丢掉一点 他这个天气坦克对我有威胁啊 直接把他丢到水里面去 只要他没有坦克了 我的坦克就敢飞进去 他坦克太多了,我的坦克飞进去 就有来无非 而且这一波超时空飞进去 也打不死他对吧 他家里建筑比较多 然后他的坦克不多了 他只剩下这个犀牛坦克 然后我们造个维修厂 把坦克修理一下 现在的就是我有超级武器 他有钱对吧 那就只能慢慢耗啊 一时半会也打不死他 先把坦克修理一下 我们先站住中间的矿区 我这个中间的矿呢 要比他家里的矿多一点 他那里只有两根矿棒 我这里有四根矿棒对吧 我这个矿要比他多 但是他有油田了 先修理一下 然后我感觉再出个牛 油车比较少 先把经济搞好啊 然后这里有三个电线杆一直 舍不得卖 舍不得卖呢 我们就用这个没有升星的坦克 准备炼机 套拨铁木 套拨铁木打电线杆 准备把它全部炼到三星对吧 然后他的飞行兵要出来 你敢出来 我这么多防空 我家里还有三十多个防空 你敢过来 这个飞行兵 就算你全部是升一星的 他也打不赢 对吧 我这个苏军的防空太多了 盟军的飞行兵 最害怕的就是苏军的防空 然后把他这个地方全部拆完了以后 我们准备修一下坦克 然后防空车过来 先打一些和他的飞行兵 然后这个对手呢 他也知道 他虽然能守住 我现在一时半会打不死他 他要想打我的话呢 他只能去造海军对吧 因为他钱多 所以说呢 他就守住家里 把这个坦克全部堵在门口 然后造个弹牙守住桥 飞行兵守住桥 你看 我这个坦克就算有超级武器 也飞进去坦克也会送光了 所以说呢 他就准备造海军 哎呦 而且他造了个副子中心 好像要刷钱了呀 本来我还想等一会对吧 他马上就要刷钱了 等一下他无限钱怎么办 我看到他造了一个副子中心啊 这个时候呢 我就只能富贵险中球了 准备船进去打他 再造一点兵防守啊 防止他等一下冲出来 然后这个坦克直接飞过来的吧 飞过来的 擒贼先擒王 先打基地 他造了油里 只能套铁木 铁木一套 先把他基地干掉 哎 干掉两个基地 干掉高科技 再把他副子中心打掉 打掉副子中心 他就刷不了钱了 再把他这个重弓打掉 哎 这坦克就全部死光了 死光了以后呢 这个时候呢 我就害怕他攻出来 我家里造了很多兵啊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就准备 哎 家里还有几个坦克 我家里还有七八个坦克啊 他冲出来呢 我们就把基地搬到小岛上面去 我小岛上面有那个地堡啊 干脆全部退上来 全部退上来 把基地也退上来 对吧 防止他打过来 就算打过来 我占领这个高地 还是能守得住 我主要门口有地堡 我这个地堡里面呢 进了很多兵 他就这几个坦克了 也不敢进来 对吧 他好像没有光临坦克 然后这个对手呢 他也知道坦克冲出来 也不一定打得赢 我家里还有十几个坦克 然后他就直接把这个钱呢 全部留着造海军 我们现在呢 肯定不能去造那个船厂啊 因为我不知道 他水里面有没有海豚 如果出船厂的话 估计也抢不肥 治海权 他比我有钱了 你看 他疯狂的造航母 对吧 这个航母呢 他现在就算有十艘 他也炸不死我 我防空比较多 我就害怕什么呢 就害怕他等下造一万艘 对吧 所以说呢 我还是要用坦克过去打他 准备把他两个高科技打掉 让他造不了航母 然后你看他航母开始炸我的框厂了 往快把坦克拍出来 先打他的航母 他在囤积啊 因为他这一两艘航母 炸不死人 我这个防空太多了 然后我们先把他这个航空母舰打掉 你贴在岸边我就打你 然后摆好队形啊 准备飞进去 你不出来 你这你不出来的话 你光好海军也打不死我 光飞行兵也打不死我 我就这样慢慢耗 然后我们一飞进去打什么呢 先打他的高科技 防止他等下一直造航空母舰 先把他高科技打掉 打掉高科技以后再打他这个兵营 为什么打兵营呢 因为把兵营打掉 他出不了漏人 他修不了桥 对吧 直接把你兵营打掉 这样就直接来了一个困兵 他出不来了 他没有漏人呢 修不了桥 这一辈子都出不来了 他要想出来的 只能用船厂造气垫船 把那个坦克运出来 但是你运出来的话 你也没几个坦克 我等你运出来 我铁幕都好了 对吧 所以说呢 他基本上就出不来了 我们就可以把坦克派出来 但是我发现他怎么还能造航母 好像他还有一个苏军的高科技没打爆 对吧 这还有一个苏军的高科技 等一下再传过去啊 然后他开始炸我 贴在岸边 就会被我的坦克打 你炸我的话呢 我有很多防空车 先把你的航母打成 然后他也不出来啊 不出来我们准备进攻了 所以说呢 他这样一味的防守 躲着那个小岛上一味的防守 肯定是守不住 对吧 我有超级武器 我可以慢慢跟他耗 耗着耗着就把他耗费了 而且这个时候呢 我这个存款也慢慢起来了 我们再造一个船厂 出一点这个防空船 然后现在我就想来用坦克冲进去啊 先冲进去把他高科技打掉 把他核电厂打掉 一定要打掉核电厂 打掉他三个核电厂的 他的电线杆就不响了 对吧 等一下我们就可以修桥冲进去了 这个一死办法你也打不死他 他主要有很多飞行兵啊 他那个飞行兵太多了 我带防空 我防空进不去对吧 你看这么多飞行兵 我坦克就算套铁木冲进去 铁木也会消失啊 带防空防空进不去 我一定要把他打断电 防空才能进去啊 所以说超时空传过来 给铁木一套 套了铁木呢 先打掉核电厂 打掉核电厂 再打高科技 然后再打核电厂 把他三个核电厂全部给他打爆 核电厂一爆了 就把他的油里炸死了 然后再打他的核电厂 没有电了对吧 没有电 电线杆不响 这个时候就可以冲了啊 等一下你们看到了又说 哎呀 你怎么怎么不冲不冲呢 我这个防空进不去对吧 他这个里面太多那个飞行兵了 等他没有电了 我就可以进去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造一个漏缆准备修桥 然后我的导弹船升了三星 直接炸掉他的航空母舰啊 先把你航空母舰炸掉 他现在穷的只剩下飞行兵了 什么都造不出来的对吧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防空 防空车全部派过来啊 他这个门口呢 有那个碉堡 有那个碉堡呢 还是要等一波铁幕啊 就算你修了桥 他那个碉堡 你们不要小看那个碉堡啊 那个碉堡进满了 比你相当厉害 等这个铁幕好啊 等铁幕好了就可以上 然后我们把这个漏人呢 提前派过来对吧 提前派过来 再准备修桥 在下面呢再出个重工啊 而且我这个坦克还是有一点少 再等我坦克再多个几个 多个几个就可以上了 再把基地打开 在这个门口呢放个重工 然后他这个海军又来了 现在他海军没什么用了 我有三星导弹船 三星导弹船呢 一炸炸一片 先把他这个驱毒箭炸掉啊 然后铁幕好了 铁幕好了就准备进攻了 准备进攻把他那个碉堡打掉 然后防空呢就跟在后面 防空保护这个漏人抢修啊 航空母舰来了没事 我们家里有海螺 你看我的海螺 全部生了三星对吧 你炸我这个家里 我把三星导弹船躲在后面去 然后桥一修呢 就准备套铁幕打地堡 先把他地堡打掉 打在地堡防空这个防空比较脆啊 一下子就有点意思 哎 修好桥摆好阵型 铁幕一套 铁幕一套直接冲进去 他没有电 那个电线杆不响 飞行兵过来 我有这么多防空看到没有 然后他就用驱逐舰打我防空 这个时候的防空不能在这里纠结 直接冲进去 哎 有这个铁幕坦克吸收子弹 防空就可以进来了 你看这个房子相当厉害 然后他一看家里守不住 他就往我家里冲 我家里没有防空 但是我有这个防空炮 然后有这个海螺 对吧 这海螺打飞行兵更厉害 你看 直接把他航空母舰传的按上来 再把他的飞行兵全部整光 你看 这个飞行兵啊 见到苏军的防空 简直就是不堪一击 对吧 一下子就掉光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就守不住了呀 所以说呢 你光躲的小岛有什么用 早晚都是死对吧 然后我们直接把他的地堡全部打完 就剩一个船场了 他还舍不得投降 我们先把驱逐舰打掉 因为这个驱逐舰打坦克也比较厉害 先把他驱逐舰打掉一点 坦克升个三星 再把他船场一拆 这样这个对手就没了 所以说这个对手呢 看到我是苏军 他还造这么多飞行兵 飞行兵要打得死人 他如果出坦克的话呢 我还比较难搞啊